为什么曾庆红这么牛 当时徐永岳作为中共的安全部长 邓之后江上来的 你知道他干了个最大的事是什么 这个计划是什么 你知道他干了个什么事吗 他和徐永岳干了一件大事 叫河北护城河工程 河北护城河工程什么概念 就是政治上最后一道防线 护城河工程是曾庆红脑子里边真正的天下 江泽民在曾庆红面前 不是曾庆红是老师 是曾庆红是什么 是魔师 江泽民就是个小丑他调来调去的 江泽民不在警卫局 他的餐厅跟曾庆红吃上个两三小时饭 江就不知道干啥了 完全中国的天下过去 邓时代以后就是曾的时代 你看到徐永岳的河北护城河工程是当年曾弄的 帮曾弄的人是谁 河北省省长省委书记几任都是谁 后来河北的政法委书记叫张岳同志 张岳同志抓起来以后谁叫 叫董先生 董先生原河北省公安厅厂政法委书记 叫做护城河工程总执行人 为保董先生孙立军 孟建柱有一次跟栗战书吃饭 孟建柱说董先生这个事不少啊 看来难保栗战书陈阴半天告诉他 你不保董先生你向大哥没法交代 所以说庆红在河北护城河工程就是给习这种人准备的 啥时候管用了 我告诉大家就从现在管用 就今年八月份以前不管用 八月份以前去北戴河 大家还都拆习的动作和想法 八月份大家就知道了 原来你这哥们不是要干一年你想干到老 而且干完以后你还要继续要你指定人 曾庆红只要确定这个就可以了 大家走着看啊 中国在几个方面会出现大事儿的 一个河北护城河涉及的这几个区域几个城市 现在你整了一个是吧 董小娟去刚任政法委书记 那都是庆红帮 最关键董先生已经根植那么多年 就像当年的陈云一样 陈云叶剑英 然后才能说说王震 拿下了当年的四人帮 今天就到了那个时候了 就拿四人帮的时候 你给我找找习有一个人 能跟这人对抗的吗 一个都没有 所以复旦帮和河北护城河攻城 就成为了共产党内部政治斗争的两把大刀 再加上王岐山的金融巨头 郭树清 习绝对给他复地出息 优优独立的 店主论